今天分享好吃的酱肉包做法 首先准备半斤左右的前腿肉 身肥七瘦的那种 先切成片 再切成细丁 像这样一粒一粒就可以了 肥肉和瘦肉分开放 一块生姜 切成碎末 这样可以去除肉的腥味 一个洋葱切开 如果是比较大的那种 半颗就够了 洋葱切碎末 因为这个馅是带肥肉的 所以锅里的少油 或者不用加油都可以 锅热以后 把肥肉先炒出油脂 再放瘦肉 这样肥肉开始变透明了 你再放瘦肉就可以了 边炒到瘦肉变颜色 加入生姜 还有洋葱 继续翻炒 炒出洋葱的香味 炒到洋葱有一些变干 加入甜面酱 蚝油 继续来炒 这个时候已经炒出红油了 馅料已经炒干 加入一碗清水 加盖小火 焖煮十几分钟 将肉煮得软烂一点 就更加好吃 煮到这样带有少许的汤汁呢 不用汤汁包不好 等一下放凉后 放到冰箱里冷藏 它就会凝固 最后可以加少许的白胡椒和生抽 来提提它的鲜味 不用加盐了 盛出以后放冰箱里面冷藏备用 现在我们开始和面 200克的面粉 两克酵母 中间开一个窝 加热105克的水 一边倒一边用刮板来和面 现在有些地方开始变冷 和面的时候可以加几颗白糖来促进它发酵 基本上没有干粉后 就用手可以把它揉成面团了 用手掌心的位置去揉手掌根部 这样揉出来的面更有力量 重团以后呢 醒10分钟左右 让面团变软 这样可以帮助后面够好的去揉面 开始揉面 这里我们加8克左右的猪油 可以让口感变得更加滋润 看起来也更加的光泽 没有也可以不夹的 详细的揉面方法 前面的视频都分享过了 不会的话可以继续去看一下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重点就是用手掌的根部去揉 光滑后搓成一个小条 之前有朋友说 想试试皮薄大馅的 分成9个等份 大小均匀就可以 按板上撒上搞取少许的这种干粉 先把它按扁 左手转动 右手擀皮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 退回来的时候不要发力 擀好后中间厚 边缘薄的 取出冰箱冷藏的馅料 加入一把葱花 将它拌匀 开始包包子 左手大拇指按住馅料 包的时候呢 左手往前送 右手竖起来 和包子垂直 馅儿就会往里面收 这样包馅儿也就更多 最后收口的时候可以拧紧 也可以留一个小口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都可以的 包好以后呢 放入蒸笼里面 要醒发半个小时 不要开火 发好后开火 生12分钟 关火后焖3分钟即可 一出锅 非常香的肉包子就出锅了 看很多地方有这种没有发起来的 就是因为皮太薄了 这种麦香就不好看 但是口感还是很软的 一起尝试做一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